欢迎收看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博人 我们今天仍然是从群书制药 这一个唐朝的 把上古时期的各种诸子百家精华 集中在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套书的里面 攫取出了孝经来和大家分享 过去的两期节目里面 我们都讲到 其实一个人孝的本质 就是要培养一种 从行为模式到心智模式的 对他人恭敬和亲爱的能力 是人和祖先的和谐共处之道 而这个祖先又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所以你孝敬父母就是爱护自己 这完全是一体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一个在里面自己身体里面纠结的人 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土地 这个领域里面 比如说公司里面 他也是一个纠结和矛盾冲突的人 他会和其他人发生很多的冲突 因为他不懂得如何恭敬和亲爱他人 这样的话 这种人在单位是一个不受单位欢迎的人 在家里面是一个不受家庭尊重的人 做儿子很失败 做老公很失败 做老婆很失败 做父母也很失败 在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特别讲到 如果一个女人对老公的父母不孝敬 应该是杀无色 后来引发了我们广大女编导 妇女同学们的强烈抗议 说难道对男人不应该这样吗 是的 你要让你老婆对自己的父母好 首先你得对老婆的父母好 所以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节目 我们要在这里补充一下 不要仅仅是对广大妇女提出要求 更重要是要对广大妇女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提出严格的要求 当在工作中的亲公态度成为了习惯 事业发展自然少了诸多职场争斗的阻碍 当孝顺对方父母成为夫妻间的共识 婚姻自然美满幸福 孔子的孝道想表达的不是盲目的于衷 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亲公与尊重 而许多内心自认为是孝子贤孙的人 却往往完全地忽略了孝的本质 存着孝顺的心却办着不孝的事 我发现很多人在内心里面也很爱他的父母 但是态度很糟糕 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些时候父母为了爱儿女 就给儿子悄悄地赏了些钱 这个儿女有些时候还觉得我都这样了 我希望你们好 你怎么能这样谁钱给我呢 完全不领会我的意思 给钱就用了 讨厌就把钱扔在家里面拍摊而走 这个情景稍微有点极致 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时候 很多的子女在孝敬父母的时候 有爱但是没有恭敬 就是说你就是为了父母好 你也真的是全心全意地爱他们 你也觉得他就是你的父母了 你也愿意把所有的东西给他们了 但是态度很糟糕 所以孔子特别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孝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恭敬的行为 孝子之嗜亲 居者自其敬 养者自其乐 但凡有孝心的子女要侍奉父母 在家里面要敬恭敬之心 奉养要敬和乐之色 所以不光是要有心法 要有爱 要有对他好的冲动 更重要的是 在态度上还特别重要 而且要维持这个态度 你还得有智慧 孝顺父母恭敬为上 何为恭 何颜悦色为恭 何为敬 体谅父母为敬 然而当父母间的相互恭敬缺乏时 恭敬孝顺往往就会变得让人左右为难 面对这样的难题 我们又当如何处理 我有个朋友 特别人 他爹呢 得了晚期肺癌 于是就请这个保姆来给老太爷子 倒死了尿 擦他身子 事情长了之后呢 本来说得了晚期肺癌 顶多沙月 沙月之后呢 还行 你总不能说沙月之后 到期了就把保姆赶走 这保姆挺好 后来老爷子呢 就提出了需求 说不行 那你们家老太太啊 到隔壁住 或者呢 我到隔壁门栋住 这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又老色鬼 明明说还有沙月 给你弄一保姆 越来越不错了 还要坐到隔壁门栋去 好了 这个时候 我这朋友 你怎么办 你难道上去骂老爸 喂 你这不行的不 但也不能跟他妈说 哎 太太你这又不对了吧 老爷子满死了你还这样 都不行 怎么办 我这朋友呢 还真的想了一方 他呢 有一妹妹 他给他妹打电话 说呀 你呀 就跟妈说 说你那种孩子呢 现在不行 这个照顾不过来 务必要请妈过去照顾一下 结果呢 他妹妹出面了 哇 老爷子那个松毛松义啊 那舒服愉快啊 看着就杀月了 嘿 越活越好 越活越健康 三年了 红光满面 我这朋友就说 你说 这个东西叫笑吗 老太太 在那边呢 时间长了之后呢 也不高兴 但是呢 这两全相较 取其亲 后来呢 我这朋友啊 就跑去 跟这个老太太聊天 跟她妈聊天 就说 你有的时候啊 你也在想想 为什么 这老爹 跟你活在一起的时候 都死得气死了 晚期肺癌了 结果你们俩一分开之后 人家三个月过去了 还三年 满面洪光了呢 您得自己也得想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这朋友说 妈 您这呀 也不对 干脆呀 我给您培养点业余爱好了 于是呢 就让她妈呢 跑去学太极拳 后来呢 在居委会呢 居然学会了 跳交易舞 嘿 迅速找到了 和其他老头跳舞的 这么一个快乐 每天 到了下午两点钟 花枝招着 掠丝粉袋 然后呢 到楼底下呢 跟其他老头老太太呢 跳舞去了 在隔壁 这个时候呢 我的朋友就觉得 非常的高兴 所以笑这个东西 回到孔子说的 他说啊 在家呢 要尽恭敬之心 凤鸟呢 要尽其合跃之色 怎么让父母高兴和愉快 这不仅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当然除了态度外 还有一个智慧的问题 亲存恭敬 污染父母忧 这些都是儿女尽孝的必修课 然而说到容易 做到难 如何让父母双方 都感觉到子女的孝顺 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呢 听梁东为你慢慢道来 当有冲突紧张的时候 妙招就在于 把这个力道给卸掉 卸力的本质 就在于转移注意力 说了此处 还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 那天跟我讲的 他说呢 他小的时候啊 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他父亲娶了三当太太 他的前大妈二妈 他是三妈的 大妈二妈都死了 那后来就留下 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 他父亲呢 比他母亲呢 要大将近二十岁 他的母亲 我这个朋友的母亲 和他大哥 差不多年龄 好了 就这么样一个情形之下呢 他爹呢 又很有钱 于是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 就慈宠深交 老头呢 就越忍 就越不可忍 老太太呢 脾气越来越大 我这个朋友呢 亲妈呀 他看见他亲妈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爹不容易 但是呢 也不能批评妈 只能是跟妈说妈的好话 跟爹说爹的好话 后来呢 他爹呢 就最后 弥留自己 他握着他爸的手说 爹 您就愉快地走吧 行满私放 您安乐吧 他爹 点点头 眼泪就下来了 安然地走 一脸的 行满私放饭的样子 我这个朋友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眼中带润 口中带笑 哭笑不得 这个情绪非常复杂 在这个事情上里面 他说 要让父母高兴呢 第一位呢 是你真正地 要站在父母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把他们 一方面当父母 一方面当小孩 还一方面当常人 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 六十岁的跟三岁一样 七十岁的跟两岁一样 八十岁的跟一岁一样 这个父母到了八十岁以后啊 基本上就跟小孩子一样了 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年轻一辈就更是要学会 尽好自己的孝导 因为你做的 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将来你儿女 对你的一个翻版 说回来 说到这个子女教育啊 要让尽可能的 让供养的 要让合跃之色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父母本身不靠谱 怎么办 就是王凤宜先生呢 就举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啊 曾经有一个儿媳妇 就跑到王山这儿来哭诉 哭诉什么事情呢 跟他的公共有关 他公共这个儿媳妇 到底怎么样了呢 稍时休息 马上继续过来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泰美之国学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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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